OK,請問我們大概有多久的時間? 40分鐘左右 10分鐘,OK 你好,我們是TaiWonderful 然後我們目前有四位成員 跟零年多那位Josh 他是我們台灣的Representative 然後他基於台東 那我們在做的事情我等一下會一一介紹 我先從成員開始 那另外一位我們有一個Business Manager Andrew,他現在基於韓國 他是一個藝術家 然後我是最近才剛加入的Steve 那我本身在公演院綠能所工作 那所以剛剛所說的Josh 他負責的是就是台灣所Local 我們的Education Program 跟VIS一起做的事情 然後Andrew幫我們去Promote 跟我們企業的連結 但是他是RemoteBase 所以他需要我們Local的資源 所以你現在是綠能所協幫 TaiWonderful 對 我在綠能所本身 我在執行一些 台灣電業轉型 還有能源轉型的計畫 非常重要 那是我的本業 那是我的斜槓 沒錯 因為他們兩個都跟氣候變成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 我也蠻有興趣走這個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Tailer 他現在也在國外沒有來 所以目前總共是 所以就兩個在國外兩個在國內 對對對 那我們四個的共同喜好是從浪 所以我去年總裁加入他們 但他們做這件事已經大概兩年多了 所以我們在海邊常常看到很多海洋廢物 所以從這些東西我們覺得很depressed 我們就想要做一些改變 做著做著我們有非常微小的成績 讓我們就有了更大更宏遠的夢想 我們最終的目的是想要讓台灣變成 Plastic Neutral 在2030年的時候 哇 OK 那我們認為台灣很有潛力做這件事情 我們已經有60%的回收旅行 那我們需要的是更進一步的透過 Education, Industry, Business, Art 讓這件事情發生 因為它一旦融入我們的生活之後 這樣說好了 我們在20年前 垃圾不落地這件事情 我們每個人都很抗拒 我理解 但台灣今天已經是保特瓶到95% 然後連玻璃都回收 對對對 在全世界都是很難得的 對 那我們覺得從Education這件事情 可以扎根下去 比如說我們現在已經成功的 讓這些小朋友都知道 十年後對他們來講 這是一件非常Natural的事情 十年後剛好就設030 那我們就覺得我們非常有機會 現在剩九年後 但是好的 我們剛剛翻過去那一年 不過我想問說 你除了VS之外 還有什麼別的教育的案子 像Josh他本身 他每天 應該是每週都會選一所學校 去跟他們做一些Promoting 那我們其中一個很重要的Promoting 可以說是產品也可以說是我們的Idea 叫Eco Brick 生態專 對 知道了 你知道生態專 對 哇 太榮幸了 是 因為我有去VS演講的 對 OK 所以 所以 所以Josh他 我可以直接跳到我們講生態專的地方 對對對 我知道生態專 對 他們上次就是我去VS的時候 就有看到 就好像一整箱一整箱的 對 那生態專 他是來自於 我們有Bottle 對不對 那Bottle上面其實 除了Bottle本身之外 很多東西是不可回收的 它那個Ring不可以回收 它的標籤不可以回收 可是 如果我們現在要把這個Bottle拿去做回收的話 我們是要人工的把它去剪掉 什麼的 就會長成 然後我們就想出了一個很Rough的Protocol 跑去跟國小跟自己小朋友做 如果你們在做寶豆瓶回收的時候 不是只是把一個寶豆瓶丟下去 嗯 不是空的而是滿的 對 就是你把這些東西 你已經 我們如果用那個 Computer Science的想法 就是你在Distributed端的時候 你就先處理好 你把標籤拿掉 你把Ring拿掉 把品材都分好了 那 這個寶豆瓶 他一旦整捆包起來的時候 他已經Ready to go 他已經可以做成下一個產品 沒錯 對 所以 Ecobrick 是一個過渡期的產品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真的Solution 可以 可以Apply它 但是我們更想進一步是透過Ecobrick 把這個 塑膠垃圾分類 做成一個台灣未來的Protocol 對 所以我們所做的事情 我們大概就可以 從 Education Industry 跟Art 那我先再說一下Art 因為我覺得 Plastic Neutral 是一個 Hard Topic 所以你如果想讓他進入人群的話 那是一個Hard Lending 所以我們需要用更軟的語言 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跟他們說 如果我們可以把生態森的分類 這件事情做得很好 比如說 我們已經把包頭都弄出來 我們可以很簡單的 他一到我們就把它Straight 掉 變成3D Printing 的材料 然後我們甚至可以邀請 一個藝術家 一些藝術家來一些地方 然後做出一些人想不到說 哇這些是塑膠做出來的 對 那我們 這是Ecobrick的 我不確定你有沒有看過這個照片 這是台東的一個 這個沒有 這是在我們台東基地旁邊的一個公車廳 那Ecobrick 它使用目的就是拿去建造一些強度不需要這麼強的建築物 比如說像這個後車廳的良品座 或是某一些園藝的圍牆 然後這樣子 對 所以這會變成我們的主要的Application OK 那所以Vis 你也參與區 有這個我就知道了 對那這是我們的 這是我們的台東的基地 那中間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用廢料做出來的藝術 那這是我們走進人群的一種方式 對 那其中我們其中一個partner Andrew 他其實是蠻有名的藝術家 所以如果 我們Google他的全名 我忘記他的全名 如果打Andrew An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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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就可以找到他的記憶 是是有看到 對 你的記憶非常好 對 那 我們跟他一起在韓國的一個海洋展展出過一個作品 那台灣的佛也就是把我們所做的 我們還有其實我們有 Andrew 很可惜他車卡在半路上 不然他帶了很多我們的成品 比如說我們用塑膠配料做一個水缸 洗手台 可是那洗手台看起來像大理石做的 因為他是黑跟白的塑料 混合起來 那你融掉之後他就會先紋路這樣 了解 那這個都是我們認為可以走入人情的一種方式 而且 而且他就是一個循環經濟 嗯 嗯 對 所以 每次當我們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其實是跟循環經濟脫不了關係的 這個長島冰啤酒 喔 連鋼有什麼關係 OK 嗯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 Industry Part 對 我們目前有兩個Industry Partner 一個是連鋼 嗯 他是一個收料回收 他是做資源回收的公司 那他已經拿到International Certificate 嗯 在循環經濟的部分 嗯 那這個台灣只有三家 他是其中一家 OK 那我們 為什麼會想要這樣做呢 因為 嗯 我們認為 在20 如果沒記錯的話 2023或2025 嗯 歐盟已經開始有塑膠的import policy 就是如果你的 嗯 家電或是你的產品有塑料的話 他 有一個相關規範 對 我們還沒有深入的看 但是 嗯 這個會影響台灣很大 對我理解 嗯 比如說像捷安特好了 他的腳踏車擋一板 如果他是用 recycle plastic 嗯 這對他來說其實是efferless 但是我們需要把這個supply chain 建立起來 對 所以這就是我們下一步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什麼擴碎啊 造立啊 什麼這個各種 就是 因為最近那個竹夫聯盟有得 我們這邊辦了一個特別獎 嗯 那就是他們是有一個活動叫做2加5嘛 就把2號跟5號的塑膠 他們的一些瓶子 然後直接在 因為他們社內循環 他們 呃 固定都會去做共同採購 所以就直接把2加5拿過去 然後他用沒有水的方法 呃去把它就是破碎造立 然後就變成新的包裝材等等 所以我就稍微了解到說 哦原來其實最大部分的困難 都是在這個supply chain的形成這樣 還有lower the cost 就是 因為我們像我們剛剛所說 你瓶子拿到 如果你要請人去把標籤 ring跟瓶子拿掉 對對對 這個太痛苦了 沒錯沒錯 所以我們 我們有幾個想法 有幾個dot 我們想把這個dot 對 因為他們的做法就是直接 就是讓社員 從頭撕檢分開手 等於是最大程度分散化 哇原來 所以您跟祖父聯盟已經有談過這些 對對對 他們在這邊得了一個特別獎 就是這個模型 哇太好了 那台股我們也跟他有合作 了解 對 那 所以我們在想 把塑料納入到台灣的產業鏈中 其實是一個 Win-Win的做法 當然 那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蠻大的 business partner 是 Wordserve League 就是世界衝浪聯盟 因為 我們每年在台東 因為去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不然台東的浪被他們認為是全世界最好 所以他們每年的 是在台東比賽 那去年的冠軍獎盃是由我們的 塑料做成一個材料 哇 很可愛 很可愛 謝謝 謝謝 所以 但是 我們所做的東西 這個就是那個韓國的展 書的封面 Josh本來要把這一本 策展書帶來給你 沒關係 這本書現在在輸 沒關係 對 那 這也是我們的名片 但是很可惜 我們的名片今天 沒關係 OK 腦部 哈哈 然後 OK 所以 我們下一步 就是 我們想要 在2030年大神 那 那 這也是我們今天 來跟您會談的目的 對 我們想要跟你說 我們 是什麼 然後我們 走到哪兒 那我們下一步怎麼走 那能不能和您一起 共同商量 對 不過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 我們 像2030年 因為你們講的是 就是塑膠中和 對 那跟環保署的那個 限速的減速政策 所謂什麼 全面金融一次性塑膠 其實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因為那個是 就是源頭減量 那個就算才到底 如果這個 supply chain 沒有做成的話 還是沒有全循環 也依我的理解 所以你們其實是 當然環保署的行動 對你們有幫助 但是你們這邊 還要加很多事情 才能夠真的 達到全循環 對 我們 其實我們一個 Key Indicator 達成的 Key Indicator 就是 如果我們可以達成台灣 是沒有 Virgin Plastic 這樣我們就算是 就全循環嗎 所有的塑膠料都是循環的 對 沒錯 這很有意思啊 那所以現在就是 下一步是說 因為我聽起來 這個就是兩個嘛 一個是說啟動大家 對這件事情的認同 所以在選擇產品 或服務的時候 就不要再選任何 你剛剛講 這個 Virgin Plastic 的這些產品 這個一定是第一步嘛 但是另外一個聽起來 就是把 supply chain 做好 以至於說任何人 像捷安特 或什麼 他要選循環料的時候 對他不是額外的負擔 這樣 沒錯 是這樣子的 那 我們也知道 我們之前看了您的一個APP 就是鳳查 對啦 那我們就想說 我們今天來這邊呢 看能不能跟你一起 得到您這邊的一些 insight 對 比如說 education business 或是digital solution 對 關於我們的 我們正在努力的方向 對 不過鳳查是一個社會企業做的嘛 就黃偉誠他們做的 我只是他們的宣傳招牌嘛 就是環保署 因為我的所有的包含今天這個錄影 我都拋棄著作財產權 所以環保署的承辦人 有一次就想到一個梗 就是說糖鳳然後茶 然後旁邊一個是糖鳳茶 然後就是把我的名字跟鳳茶 結合在一起 但是他沒有問過 對 也不需要問過 因為是拋棄著作財產權 對 所以就是可能有些人會誤會 是我寫的APP 但是其實是黃偉誠他們寫的 那但是我覺得鳳茶 他現在真的是碰到很多人 而且他的減速的目標 跟你們是非常非常相近 所以我也覺得說他現在變成一個 好像萬用的一個載體 就是 好比方說他們那個 國健署跟氣象局想要推廣說 預防熱傷海相中暑 那只要氣溫到一個程度 風向風速到一個情況 他們就可以透過鳳茶的推送 然後讓鳳茶的這個使用者多 就是喝一點水 趕快去旁邊裝一點水喝 對 這個是我覺得很聰明 就是精準健康的一個做法 對那或者是說像你在觀光地點 還有什麼燈會啊花火節啊等等 其實你如果要說Virgin Plastic 這些地方可能產出的量是很大的 而且就是去那邊的觀光客 都帶水壺的幾率就是沒有那麼大 那這個時候也許他可以稍微超前部署 就是去推出關於這個燈會花火節什麼的任務 那所以讓大家覺得說這個水平是你知道達成任務 大理遊戲必要的道具喔 而不是說等等 但他無形中改變人的習慣 那我覺得這些都跟你們的這些就是 藝術介入的活動非常的就是相match 對 沒錯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在想 關於教育一直是我們很著重的部分 就像我們剛所說 如果他已經變成像小朋友的common knowledge 那他們長大之後他們也會這樣教下一代 對 那20年後這個已經變成台灣的common practice 確實 確實 這個非常重要 對 我小時候還記得那些什麼什麼 什麼翡翠王黃金屬什麼 對 那些就是回收點的那個分類的名字 對 但是就是比我長了一輩 他們這個習慣就要重新養成 沒錯 現在反而變成這些小朋友來教育我們 對 這非常棒啊 本來就應該這樣 輕盈共創 對 那 其實 如果 如果我們就直接common前三的說 我們想要 我們這次 來和您見面 我們想要向您請教 對 我們下一步 怎麼走 比較好 然後 我們應該跟誰 再進一步的去一起做這件事 我覺得可以直接跟韋城聊一聊 真的啊 因為他們也有 也正在做募資嘛 他們還有七天嘛 已經兩百多人 已經達標了 162%了 所以表示說他們之後也會有多少有一些 就是不想看到他們失敗的人 應該這樣子講 因為 而且不只是廣告的錢 而且不只是廣告的錢 而是說他的內容本來是有點中二的內容 那就是在大家緊急這個就是改了好幾個版本 最後還有AB版等等 那這一戲之間24小時之內 足以他們就是去看所有募資者的回應 然後把它凝聚成一個比較成熟的一個版本 就一點都不中二的版本 那最後的那個效果非常好 包含各國的YouTuber都加入 所以我覺得透過群幕來達成社會行動 這個是台灣非常特殊 而且是成功率特別高 的一個做法 對那所以我會覺得 那無論如何就結合現有正在跑群幕的人 去學習他們的經驗 然後去想說那進一步可以怎麼樣子整合進去 因為你們現在的不管是Ecobreak或什麼 它最主要的還是要讓大家知道有這回事 這個在前面 對那具體是說到底他知道這回事之後 他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怎麼做 那是下一步了 但是要先把這個Explosion做出來 就是做出來 OK 沒問題 請問您這邊會有可能有微程 有啊有啊有 我有開聯絡方式 沒問題 那個就小婷子之後可以給你 好的 再麻煩您 對 那另外一個關於Education的部分 就是我們在想有沒有可能我們把這些事情呢 我們把它變成一個Template 然後小一點的目標是到各個學校 比如說大學高中去開課 然後大一點的目標呢 是如果我們以後每個學校都有一門選修課叫氣候還是什麼的話 我們 有學校都有選修課 你說高中還是大學 高中 高中 就更更下 就是更國教了 OK 因為我覺得 我們的野心蠻大的 我們真的是想要把它在2030年達成Classic Neutral 所以我們甚至更希望進一步深入國小 所以如果我們想要在Education上面努力 但是我們有點摸不著頭緒 但你們有跟實際有開氣候變遷選修課 像武林高中有接觸嗎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想要向您請教的insight 這個比如說武林高中這對我們來講 會是一個很好的example 對 我們會朝這方向去 對 對 因為他這個老師也是有名有姓 這個吳德鵬老師 張明娟老師 等等 所以我的也不是什麼insight 就是比較common sense 就是說應該不管是你看他們的實際的編排的方法 或者是說因為你想要做成一個template 那他們本來就是種子教師 意思就是說是為了要累積教材教法 所以這本來就是他的mission 所以我想認識一下一定沒有壞錯 不好意思 對 就是 他這個叫做種子教師 意思就是說 他按照自然科學的鈴剛 然後他們是共同備課 那共同備課的過程 其實他的目的就是要在 就是現在其實在其他的學校 要複製這11個老師開的氣候變遷的全球課程 所以他的mission跟你的mission是完全一樣的 OK 太好了 所以就認識一下一定沒有壞處 OK 沒有問題 我會把這個keyword記下來 對對對 那另外在business方面呢 因為我們下一步需要找到讓Tai Wonderful 活下去的方式 對 所以我們目前先試著去和這些industrial partner去合作 但是我們這些只是case by case 我們需要再更有利一點的support 所以這部分 可是你們現在是一個什麼型態 你們是點ORG 但是是一家公司嗎 還是什麼 對他們有註冊 哦 所以是公司型態的這個行動團體這樣 對 沒錯 所以不好意思 那是產品跟服務是 產品跟服務是我們希望在這個行動當中辦一個輔導的角色 嗯 或是把這些 嗯 比如說結案朋友需求 對 但是我們可以link up 我們把resource給結案 這是有點像是顧問服務這樣的感覺 可以這麼說 所以你們現在是每小時收錢還是 嗯 嗯 因為我才剛加入 我現在我的mission 反而跟他們比較不一樣 我的mission是 嗯 幫他們 其實還有一個小部分是從我的角度出發 是從technology and research 因為我們也知道環保署他們有一些 嗯 近零碳的一些政策 那我試著從我們這種裁判法人研究院的角度去幫他們去找 OK 嗯 有哪些research project support 這是我們的記號這樣 哦 可是如果這樣子的話 就是公司型態 如果完全是用research project的話 那就比較不像是就是傳統上那種經營產品或服務的公司 那就會變成是他專門就是提供研究作為服務 或者是作為接案的這個實體這樣子 就是我想問的是說你們最後是要在應該是台東嗎 對不對 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那個地方有產品或服務的據點嗎 還是其實這是一個純虛擬的 就是完全線上的 OK 這件事情我覺得很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應該由josh來說明 對 就我所知道我們還在learning by doing I see I see 就還沒有確定這個方向 但是我們對 就是所以從你剛剛所聽到的我們現在有很多個點 對 對 那我們為什麼要把它練起來 那我們還在找朋友 對 因為這個不太一樣 藝術當然它完全可以去走就是學院的那種藝術 我們在台灣其實教科文文化裡面有藝術的這個體系嘛 所以如果你是在institute裡面做藝術 其實你從文化部也好 從其他的國家的計劃也好 也可以支持你做蠻多探索式的這個工作 那這是台灣蠻特別的一點 就是它不是完全商業市場 它也有社會主義的這個成分 那但是 但是就是說這個是一條路 那另外一條路就是說 那沒有 我這個藝術其實有點像是設計 就是提供商業的服務或者是產品出去 那就是完全讓市場來見證 那在一開始為什麼我推薦群木 就是因為群木可以讓你轉好幾次方向 如果群木不成功 那你就知道大家市場不接受這個東西 那你也沒有任何成本 你就把錢推回去 那再轉再轉 這樣子 那所以這是市場驗證的那一塊 那並沒有哪一個比較好或比較不好 所以我才問這個co-founder 的意見 因為每個人的性格是不一樣的 對 有些人習慣去跟三四個他能夠信任的 願意給他grant的組織合作 那有些人的性格是喜歡認識四五百個 不同的就是中小企業的夥伴 那就是隨著性格不同 做法也會不同 這是非常重要的意思 我會帶回去給他們 是 沒問題 我覺得這次真的比較可惜 也是co-founders沒有 對啦 所以 Audrey 我不確定我們能不能還有這個榮幸 再跟你安排下一題 可以啊可以啊 那就可能先在我們那個社會創新平台上面先登記 對 對 因為那個也是一個能監督的體現嘛 說不定很快就可以得個特別講什麼的 比照祖父聯盟 OK 我還沒有人就是去仔細看過你們的平台 對 就是他的概念其實很簡單 就是像祖父聯盟他是消費合作社 我們並沒有挑組織型態嘛 對 所以任何組織型態都可以 OK 那 然後 進來的話 就是 要提供每年的這種 包含營運模式啊 現況啊 年度成果啊 社會影響力啊 等等的這些 就是最基本的年度的這些報告這樣子 對 那這些是 這樣子 就是最基本的聯絡資訊 所以其實他 尤其如果你的章程裡面本來就已經寫了你的社會使命 這應該是最簡單的事情 OK 對 那所以有了這個之後 那當然他就可以有各種各樣子合作的 因為這是準入條件嘛 所以 好比上說如果你有提供產品或服務 那 一年之內你的商下遊供應商等等 嗯 就是購買你的採購或者 產品或服務到達五百萬 那我就出來頒獎 給這一段這個合作關係 那 除此之外還有特別講 就是所謂的亮點的這個案例 好比上說 嗯 2019年 那就會是 有一些 傳統商人們不會把它想像成社會企業 但是他們 因為 現在就是所謂的公司制裏3.0啊 永續版啊 就是很多金管會那邊的政策 所以他就發現說 我自己 來做非營利為目的的組織 他的社會效益 反而比不上我去跟這些社會創新的組織來合作 那尤其是如果他是公司型態的話 甚至還可以用投資的方法 就是所謂的社會影響力投資 那來 來加入這個生態系 所以 反正這邊有一整套機制吧 有空可以看 OK 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就現在 對對對 因為三月以後 要約我的時間 你要先註冊 哦 我們今年的正如條件提高 哦 沒問題 嗯 沒問題 所以很好 嗯 嗯 嗯 啊 還有一些 應該還有一些什麼東西提 嗯 如果如果是只有群眾募資的話 對 嗯 你有什麼 啊 這樣子問可能有點Random 嗯 但是你有沒有 嗯 你有什麼突然想到的 嗯 我們可以合作的對象 啊 那你可以先問 你現在先問尾城吧 嗯 因為他正在run 他還有七天 所以他有就是最新鮮的想法 OK 對 沒問題 或者就有空去去目平台看看 就是不管是第一層的 Flying V 或澤澤 或第二層的像貝殼放大 那應該都有一些案例 OK 沒問題 嗯 我想 嗯 問一下Eldry 你對我們 我們剛剛說的 我而已啦 就是對我們的介紹啊 他有沒有什麼 其他問題 沒有沒有 我覺得這是非常值得做 而且這個Vision 很完整 所以我覺得就好像拼一塊大的拼圖一樣 反正每個人現在手上都只有一小塊 一小塊 那我們就一起拼起來 所以 對 對 我們也是用一樣的字 對 Making the puzzle complete 對對對 對對對 這很重要 哦 在art的部分 對 在台灣有沒有什麼建議的人選嗎 art的話 我就比較沒有那麼熟 因為我們這段是社創嘛 那但是整個空總就是文化部 那所以空總這邊也對有art 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或許這個場地也可以多觀光 就是對我們這一個角落 或者是專門做社會創新 那大部分還是是透過服務或者產品 投資或者融資等等的方式來推動 但是透過感動來推動的 那個可能是整個空中 就是會比較適合來問這個問題 好的 我們也會試試看 對對對 可以試試看 這些對我們來說一定非常熟 因為我們可以四個衝浪課 starting from scratch 這一定的 大家都是初創都是這樣子 哦真的嗎 對對對 我們已經感到非常榮幸 沒有沒有沒有很棒 那今天時間可能也就期待你們來登錄 對然後如果有空的話再跟cofather聊一聊 不好意思我最後請教一下 登錄的話除了那些我們需要field in的資訊之外 還有其他門檻嗎 就每年要揭露你的社會影響力評估的報告 其實就跟上市上位公司的那個gri報告是很像的 只是沒有那麼複雜 只是我們有那個social impact 對對對 就是預先體驗一下上市櫃的感覺 這樣 既然我們都要往前走了 對對對對對 OK Audrey我最後有一個請教 我們可以合個招 可以啊來